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耶稣在世的日子 他引用诗篇比旧约当中任何一卷书都来得多 诗篇可以说是耶稣的心跳 会让耶稣的心感动 会让耶稣的心有所回应 我们也能够用耶稣的心来体会诗篇这一卷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诗篇三十八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我的凉棚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那寻所我命地设下网络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轨迹 但我如笼子不听 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 耶和华 我仰望你 主 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我曾说 恐怕他们向我夸耀 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大 我几乎跌倒 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增多了 以恶报善地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良善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劈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快帮助我 我们来读十一十二节 我的良朋密友 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那寻索我命地设下网罗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 终日思想诡计 大卫因为罪的恶果 不仅身心煎熬难受 心灵压伤 身体的健康出了问题 现在连良朋密友 亲人家属都远离他 甚至那些想尽办法要杀害大卫的敌人 也把握这个落井下石 趁火打劫的机会 决心要把大卫置于死地 弟兄姊妹 你还记得吗 约伯 当他失去一切的财富 失去他一切的儿女 甚至他的全身长满的毒疮 他的妻子怎么说 他怎么样恶言相向 他说约伯 你气掉神死了吧 还有约伯的三个朋友 一再地定罪他 说约伯是因为犯罪 得罪了神 才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 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是那个看不见的敌人 魔鬼撒旦 在天上控告约伯说 约伯的信仰是经不起考验的 温色花朵 十三十四节 大卫说 但我如笼子不听 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 口中没有回答 大卫说他像哑巴笼子一样的 不听 不开口 不回答 在众叛亲离之际 大卫没有去理论 也没有为自己教区 面对那些落井下石 这样的人 大卫选择保持沉默 大卫知道自己犯了罪 现在他在罪中等候神的怜悯 我们知道当大卫逃避他的儿子 压沙龙的时候 在路上他遇见了充满敌意的四美 四美一路上咒骂大卫 咒主他罪有应得 但大卫把这无端无路 与这个咒骂 看作是神对他的管教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 大卫为自己所犯的这个 奸淫杀人的罪 深深的痛悔 所以他肯接受神的管教 他把他当作属灵的功课 他选择沉默不言 今天我们祈求神 给我们有信心 给我们有忍耐 有爱心 能够爱仇敌 但怎样 才有这样的爱心呢 就是当神在我们周围 安排各样的患难 逼迫 甚至我们讨厌的人 那些可恶的人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沉得住气吗 我们还能够忍受得住吗 很可惜的 往往别人淋路我们一下 我们态度稍微对我们满河一点 我们就忍受不了 甚至大发脾气 大发牢骚 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忍受五入七压 也是不得已的 是不是 因为他是上司 他向你发脾气 你也不能够不接受 他是你的长辈 他骂你 他误会你 你也没有办法解释 你只能够忍受 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 大卫是一个王 四美算什么呢 有什么资格侮辱大卫呢 大卫可以随便打发人 把四美给杀了 把他的头割下来 但是大卫 他不容许他的手下 做这件事情 他宁可接受四美的灵路 把他当作是神对他的造就 把他当作是神对他的管教 今天我们更要思想的是 主耶稣基督 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却为我们的罪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所以西伯来书 十二章三节说 那忍受罪人 这样顶撞的耶稣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倾灰心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会忍受 这一个冤屈的时候 忍受污辱的时候 我们能够保持沉默 我们能够学会 以善胜恶 而不是为恶所胜 我们来读十五节 大卫向神祷告说 耶和华 我仰望你 主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这个祷告具有安定的力量 大卫向公义的神 发出呼求 他对神的拯救 有绝对的把握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 为什么不跟人真个公道呢 为什么要向神来祷告呢 向神祷告 这不是很懦懦无能的表现吗 其实你要知道 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 你管不了的 你真个公道 你也不是真正能够解决了 就算还你一个公道 但你所遭遇的这个羞辱 你所受的伤害 早就已经造成了 所以当我们含冤收入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法 最正确的方法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 把我们的感受 告诉神 这不是老生常谈 这是真的 最好的出入 注意第十六节这里 面对强大的敌人加害 大卫的心情写照 他是恐惧害怕的 他说 我曾说恐怕 他们向我夸耀 我失脚的时候 他们向我夸大 大卫是恐惧的 他心里是害怕的 但是大卫懂得 来到神的面前自行 十八节 他说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大卫继续向神 真心的认罪 真心悔改 大卫在神的面前 他表达了自己 忧伤痛悔的心灵 四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大卫深深的知道 自己几乎跌倒的原因 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 所以大卫想要彻底 脱离罪的捆绑 就必须从源头上来找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只有回到神的面前 才能够解决问题 那就是向神真实的认罪悔改 真正的认罪 不是在口头上面的 真正的认罪更重要是有一个 忧伤痛悔的心灵 缺少忧伤痛悔的心 认罪只是有口无心的 逞强烂掉 这种表面肤浅的认罪 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宠 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的 神喜悦的 是忧伤痛悔的心灵 但是令人挣扎的是什么呢 十九二十节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大卫说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真多了 以恶报散的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两善 大卫倚靠神 他向神起心图意 但是他却感觉不到 神立刻的拯救 不但如此 你发现到 这个眼前的仇敌 更加的活泼强壮 而且不是万人 竟然是那些被大卫善待过的人 他们万恩负义 他们以恶报散 这实在令大卫难以忍受 但是这事实摆在面前 这里大卫还说 因我是追求良善的 这表明 大卫相信神是全知的神 神知道真相 这是大卫追求良善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 他可以在神面前良心无愧 他经过祷告之后 那就能够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面 能够继续平坚安稳的向前了 所以最后 这21、22节 大卫能再生地恳求神的拯救 他说 耶和华 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 求你快快帮助我 这里大卫有三个心愿 他向神祈求 第一个 神啊 你不要撇弃我 大卫这样祈求 是因为他对神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个 大卫求神不要远离他 也就是恳求神不要忍弱了他 因为大卫正经历 好像神不见的那种可怕的光景 所以他要神不要远离他 不要忍弱了他 第三个 他要神快快地拯救他 因为他相信神是真实可信的 快快 也表示他的环境是多么的艰难 多么的困苦 他有一种迫切的感觉 他需要神立即的拯救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懂得 在苦难的当中 像大卫一样的 不断地向神呼求 直到他向我们施恩怜悯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谢谢你 是你爱我 是你造就我 现在也求你纪念我 既念我不过是受造之物 我是何等的渺小 但你有卷选之恩 你不但把我从最终拯救出来 还是给我尊贵儿女的身份 现在我要把我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 主耶稣啊 当我在含冤受入的时候 懂得怎样保持沉默 因为生冤在主 主你必报应的 主耶稣啊 当我在含冤受入的时候 也懂得要向你祷告 向你请心赌意 要求你向我施恩怜悯 谢谢你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